观众朋友 刚才第一场比赛马林取得胜利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 但是瓦尔德内尔在这个比赛中表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意识 对 他虽然是瓦尔德内尔输了这场比赛 但是他今天在场上表现他还是非常认真 每个球非常认真 所以第一场输了呢 那么按照提前大家预测的 如果说两场合起来 各五场是7比3也好 8比2也好 那么毕竟呢 这个世界明星联队要取得胜利 他要有几场球要赢的 那么第二场就是孔灵辉对萨姆索诺夫 他们两个的打法有些类似 都是非常稳健的打法 那我们来先看一看他们两个过去胜负的战绩 大家看到这个萨姆索诺夫今年28岁 身高1米90 2001年的12强战打冠军 也是世界杯的冠军 2003年欧锦赛冠军 2004年是巴西公开赛的南冠军 他主要是比较稳 对 他今年还拿了一战公开赛的冠军 这孔灵辉今年年龄是29岁来自黑龙江 主要成绩是26届奥运会男双冠军 第45届世兵赛男团亚军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男双亚军 他也是大满贯的得主 就是95年世兵赛冠军95年世界杯冠军 然后是悉尼奥运会冠军 这是46届世兵赛男团冠军 男单男双亚军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战绩 以往的战绩一胜一负 46届是1比3 萨姆索诺夫是输给了孔灵辉 2004年希腊公开赛是1%的比赛 是胜了孔灵辉 4比2 所以萨姆索诺夫和孔灵辉这场比赛 我想回合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孔灵辉呢 他和萨姆索诺夫都是稳中有凶的打法 以稳为主 尤其是萨姆索诺夫 更是稳的比例更大 而孔灵辉呢 在近几年 特别是在前两三年开始 加强了正手的攻击性 他的攻击性呢 也有突出 但是孔灵辉呢 他的球感 包括技术的全面程度 都是非常突出的 对 应该说孔灵辉和萨姆索诺夫 都是同一种类型的运动员 就是他们的球路啊 包括他们的风格啊 都是比较相似 但孔灵辉呢 他后来走的路线 跟萨姆索诺夫不一样 他意识到了 就是说要加正手 要加凶 所以也经过我们 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领导 大家这个全部全力的 这样一个帮助 帮助他分析 他应该怎样去发展他的技术 所以孔灵辉也加了一些东西 包括加了一个这个 正反手来回的发球 就变化 加了一个这个正手的杀伤力 加了速度 所以呢 他比萨姆索诺夫这个球 后来呢 要快一点 但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讲啊 何尝容易 比如说你是稳型的 说好了 你现在稳不够 要加凶 那么说是这么说 但是真想能加上去的话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那么孔灵辉在这一点来讲 不愧是超一流的选手 对 他能够这个在自己已经完全定型的情况下 又能够重新塑造自己 这一点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天赋 又非常知道努力的运动员 而且孔灵辉呢 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 一个形象代言人吧 对 人们一说 包括这个打球的时候 一说选谁 说选孔灵辉 说签字让谁签 让孔灵辉签 就是他这种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他现在孔灵辉呢 不管他输过多少比赛 或者现在成绩怎么样 但是他这个价值已经 已经塑造成了 他现在本身的价值 就很多搞比赛的地方 都说孔灵辉来不来 如果孔灵辉来 那我们肯定还愿意 更愿意接 这刘国梁呢 曾经和孔灵辉是一个 一批的队员 还在一个屋住了很长时间 那现在呢 他已经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 男队的主教练 而孔灵辉呢 是男队的一个老运动员 起到这个带着小 带着这个小运动员 和刘国梁一块 来这个为中国乒乓球男队 做贡献 这么一个情况 刘国梁和孔灵辉 从十二三岁就在一起 到现在为止 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 非常好 也有很深厚的感情 当然这个刘国梁 也非常希望 他的队友啊 孔灵辉啊 能够继续保持 那种好的成绩 但乒乓球 但是经济体育 它是非常残酷的 如果这个你的技术状态 往下走的话 这不是说 刘国梁想能想帮助他 他就能够 拦不住 拦不住 好 我们来看比赛 现在萨姆索诺夫 首先发球 萨姆索诺夫 是出现了一个五位输 孔灵辉打个运气球 这样呢 孔灵辉开局很有力 二比零领先 拿到发球权 所以我想孔灵辉 打死萨姆索诺夫的话 可能也有一定难度 对 因为萨姆索诺夫 比较粘 个子又比较高 两边户头又比较好 而孔灵辉呢 在中国队里边的力量 是相对比较小的 这个意识非常好 孔灵辉揭发球 直接抢攻 漂亮 刚才看萨姆索诺夫 那板球 就是侧面蹭了一下子 那个球呢 是一个被动转主动的 一个球 这个球是起了 很重要作用 但是孔灵辉呢 刚才连接的很好 四边 孔灵辉呢 在昨天 三比零 胜了瓦尔德尼尔之后呢 今天在场上 就明显感觉他的这个出手啊 每一板球的出手 应该是应该说是相对自信了很多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这个赢球最能够改变你的状态 很多运动员是有时候是非常需要赢球的 但这种心理越迫切呢 可能在场上这个表现的就越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 现在七比三孔灵辉发球是第一局 那今天的这个世界打中国啊 这个是已经是第二场了 昨天呢 是在湖南举行了第一次中国队5比0胜 那么今天呢 中国队现在又是1比0领先 刚才呢 是马林3比0胜了瓦尔德尼尔 现在是孔灵辉对萨姆索诺夫是第二场 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是波尔对王浩 施拉格对陈启 柳成敏对王立琴 你看一对上点以后的话 就形成这种相吃的话 那恐怕孔灵辉没有太大的便宜 又形成那种局面了 现在两个人在相吃反手的时候 孔灵辉并不占优势 因为萨姆索诺夫 他这个反手也加了一些速度 包括这个时间都要早一点 现在孔灵辉反而落后一分 开短 形成相吃 很拉 来短 瞧起来 你看萨姆索诺夫现在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力量 凶 需要加凶了 萨姆索诺夫他早就应该把这个自己的打法应该改得凶狠些 在男子运动员当中呢 这个杀手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杀板的球 要有一下子能解决问题的这样的球 这个孔灵辉侧拉 侧身抢拉没有拉到 这样萨姆索诺夫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就以11比9取得胜利 所以你看这个比赛啊他这个过程啊 开始呢孔灵辉是有优势领先 然后在中局的时候被萨姆索诺夫扭转了 然后你觉得这个扭转的主要是在什么方面 主要呢是萨姆索诺夫他加强了反手的这个威胁 就是加强了凶啊狠啊 其实比赛当中他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当对方凶的时候 当你硬的时候 这个对方可能他就会转 可是当你转的时候 对手就会比你强硬 所以双方也是在 主要也是在斗心理的这个方面 你看这局明显的就是 萨姆索诺夫他打的比以前凶了 他有一个改变 当你一凶以后 孔灵辉马上他就往后退一点 这是人的下意识本能的反应 所以这局这个萨姆索诺夫 他这个打法很好 好让我们来看第二局 现在首先有孔灵辉发球 现在产生比分是1比0 应该说萨姆索诺夫 现在也不是他的最好的时期 在几年前的时候 萨姆索诺夫的球 是到了这个巅峰状态 那个时候的球是相当的完美 似乎好像很少有失误 运动员他在最好的时间 那个最优秀的运动员 也就保持的几年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 一些运动员他可能就保持 一次比赛或者是半年 一年 然后他的高峰期就彻底过去了 就慢慢慢慢他就会往下走 运动员一定要特别珍惜 就是他在高峰的时候 要怎样去保持 怎样去能够把自己 这个能够调整好 调整到这个 一直在这个状态上面 这也是说的 说的这个简单一点 但是做起来还是非常难的 因为刚才杨颖强调的是一种意识 就是作为运动员 都要有这种意识 往往的小的时候不懂 自己等着岁数大了 慢慢明白了也晚了 现在1比6 那苦灵辉呢 在中国队里边的连续性上 是在意识上和这个手法上 都是非常突出的 他这个连续性呢 就是显得比较连续的快 而且流畅 好球 孔灵辉的意识非常清楚 第一板反手弹击直线后 正手马上跟了一板 也跟的是直线 直线呢 在比赛当中是最奏效的 我们很多的运动员 尤其是女子 这个一些比赛当中 一些运动员 她的这个习惯性线路 就是斜线 只要一抬手 就是斜线 所以这个意识上的东西 你很难能够彻底改变它 他前面很注意落点一时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 时评 11比10 这时候只要一抬手 就是斜线 就总是也出不了这个圈子 这样孔灵辉在第二局比赛里边 就以11比3 取得了胜利 刚才杨颖讲到了 就是这种意识问题 实际呢 就像这个目前 就是一般的来讲 要说这个改革开放 首先说我们要转变观念 对 其实它也是个意识问题 那么在打球上也是一样 但是它这个呢 需要从小培养 如果你在液体校的时候 你就是斜线斜线 就养成习惯了 那么你到时候再打直线 你是想到了直线了 但是你动作可能你也打不好 打不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从小的时候 这个液体校的教练 就是要让他们全面的发展 就是既有直线又有斜线 既有近台又有远台 这样的使运动员呢 它就具备了一个 像多方面发展的 这样一个基础条件 对 其实我每次都在强调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液体校的教练 他们的启蒙啊 可能就是特别影响到 一个运动员呢 他的这个一生 他这个生涯 乒乓球的生涯非常影响 这动作 基本动作很关键 运动员的意识 都是在从最小的时候建立的 好我们来看第三局 我们可以看到 凡是一个运动员 在出界的时候 这个球多半是在中路 你可以注意这个现象 所以呢 打球就要打到 对方难受的地方 哪难受往哪打 哪难受呢 中间难受 因为你打到中间的时候 他挥不了拍 他拉不开肌肉 三姆索诺夫一般都是 每次看他的比赛 他就总带一个项链 而且他个子又非常高 1米9 而且平时不爱说话 比较内向 这局情况反过来了 现在三姆索诺夫4比1领先 这场比赛的这个火药的味道 应该说比第一场 马林和瓦尔德尼尔的时候 这个竞争的要激烈一点 另外三姆索诺夫 从这个打平方球的 这个条件上来看 我觉得他速度上慢一点 你看他动作 他不是特别利索 感觉比较绵 太平稳 高球 他以前的球 在比赛当中 三姆索诺夫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正反手 很细腻 衔接很好 就跟孔灵辉这个路子 是一样的 但是他比现在要快 就整个台内的 这个短球的控制 包括相持 他都比现在要快 他现在呢 这个年龄一大了以后 他相对而言 肯定要慢一点 这个时候运动员就是 年龄大了以后 首先你要想到 是要创新 敢于去改变一些东西 你说这个 就像蔡老师 你刚刚讲 练了斜线 练那么长时间 突然让教练 让他改 打直线 多练打直线 他就本身在思想上 就不愿意去接受 就不想去练 我打的斜线 好好的 为什么又改直线 所以他从内心 他就不想去 搞这个创新 但是你要发展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创新 一定要敢于 去改变一些东西 这样你才能 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对 你看 上次 过去像孔零辉这种力量 他根本打不死 他 他左来左打 又来又打 失误率很低 那么现在呢 就是随着年龄大了 可能有关系 就是 大了以后 反应速度开始下降 身体机能开始下降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准确性 就受到影响了 现在7比5 三分总 发球的时候 就像一个大铲子似的 它是铲到 那个球的底下 大家注意看 他这个发球 你说平方球简单吗 它也很简单 就是你发球 我接球 然后你抢弓 然后 你再把它挡回来 咱俩再接着打 其实就是这几下 是吧 对 但是你说一复复杂的话 你看 这前三板没有了 这第一板 一发一抢 没了 接过去就形成相持 其实就这几个技术 8比7 形成相持了 那这就是刚才杨昀讲的 回了个直线 所以萨姆索弄 他没有想到 现在8比8 软的 反手拉起来 这个球孔灵辉是 搓完肠子之后 马上就反手贴了一半 这球贴过去 就防御的很拱 你看孔灵辉的连续板 联系性非常好 所以联系性好的运续员 你看他不一定是一线得分 他通常是两线 来一线又来第二线 第三线 装了 孔灵辉 搓边 运气啊 这是运气球 运气 那孔灵辉也笑了 这样呢 在前面的三级比赛里 孔灵辉是也2比1 暂时领先 杨一 你觉得现在 他们两个争夺的焦点 在哪 争夺的焦点 还是 这个 在于谁先抢先上手 谁能够 这个 在反手上强硬 在正手上 增加使用率 我想这是 比较争论的焦点 萨姆索诺夫呢 他这个球看上去就是 缺那么一点激情 他的人呢 平时也经常见到他 在比赛当中 就给人感觉很沉稳 很 很稳的一个人 但到了赛场上 就不能这么稳 所以运动员是 平时性格怎么样 但是你在比赛场上 你就是要展现自己 要去 努力的去发挥自己 你像以前我们 这个教练 像刘国梁这样的 他就是 很是人来风 就是 如果人多的时候啊 他就特别善于发挥自己 去表现 去表演自己 这就是一种 强烈的表现欲望 不要让人感觉像 萨姆索诺夫打球 很痛苦 有的时候 默默无闻的 缺少一股激情 这次这个 世界打中国啊 应该说是 即2002年 武汉之后的第二次 应该说呢 在这个国际平台 和这个中国平台 都是掀起了 不小的一个浪潮 对这个乒乓国球的加温 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据我了解呢 就是国家 这个国家 石家庄这个河北 正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啊 每次呢 在大赛之前 运动员都要到那去封闭训练 现在呢 就是由于这个国内 乒乓球的升温 现在正定基地呢 有很多的外国的小朋友 就都到这来训练 觉得好像不到这来 练一下的话 这个就不能把中国 乒乓球的精髓吸收到 所以像呢 什么白俄罗斯啊 包括克罗地亚啊 包括法国啊 日本啊 很多国家的这个小队员们 都集中到了这个 石家庄的河北正定 去训练 其实这也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这个中国 乒乓球的中心位置 在世界的扩散 产生的影响 对 另外呢 也是运动员表率的 像瓦尔德那样 15岁在中国训练 像庄志渊 曾经在国家队 二队里头跟着练过 对 所以他们的成功呢 又觉得 哦 他们是在中国练的 所以他们也到这来 来这个训练 这是徐医生主席 嗯 今天肯定会的运气太好了 太好 连续擦网 擦网擦边 所以运动员也要经受这个 有时候连续擦网擦边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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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心理上 可能觉得 怨天尤人的感觉 但有些运动员呢 他不会受这个影响 对 所以一个出色的选手 必须要经得住这个 是 这首先需要的是 一个运动员的胸怀 就一个大度 就你能够接受它 能够容纳它 才可以 你要心胸太窄的话 遇到一点问题你就受不了 比如说10比10 你打个擦网 你马上就崩溃了 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孔灵辉现在优势比较大 2比1 前面2比1的局数领先 现在5比1分数 第四局又领先 今天不会还是5比0吧 有这种可能吗 你觉得 嗯 造这个局势发展下去 好像还是有可能 嗯 而底下出场的 你像王浩 波尔 王浩他 跟波尔打 他也是 很有信心 嗯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 在47届时评赛 团体赛上 他也是战胜波尔 嗯 也是有那种气势 昨天的王浩的比赛 他也有那种气势 就最近好像王浩有点 上升 嗯 上升的趋势 嗯 王浩波尔下头呢 就是施拉格陈奇 这场球呢 看看施拉格怎么样 能不能把自己的经验 充分发挥 啊 这个让陈奇 这个小小运动员啊 这个在这个节奏上啊 在这个其他方面 应变上啊 经验上啊 显示不足的时候 会不会抓住机会 柳冲敏和王立琴呢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王立琴的面 比较大 是吧 对 嗯 又擦了一个边 孔灵辉都擦的有点 不好意思了 对 有点不好意思了 今天这个比赛也相对 就是 也给运动员一个 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说换了奥运会的时候 这要连续擦 那应该说心里应该 比较增加一些这个自信心了 嗯 哦 漂亮 啊 这个球是很少见的啊 就像这个萨姆索那种 也就是他一米九的个子 跳起来啊 半空中 反手大力的回抽 现在场上比分是三比八 好球 那现在这个局面啊 不太好 我会追了 十一分嘛 相差六分 又拿回一分 五比九 白短 防御 萨姆索那夫打凶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六比九 萨姆索那夫还差三分 啊 这时候呢 暂停了 每个人呢 在一场比赛里 有一次暂停的机会 大家注意啊 萨姆索那夫这个 跳起来以后 一个反手回击 这正好在画面外 都没有看到啊 对 孔灵灰非常松弛 直接打完 反手挡了一下 六比九 虽然孔灵灰也是上手抢弓 但是这个抢弓呢 它威胁不大 七比九 九比七 哎呀 这一段揪 捞得可不轻啊 捞得现在是还差一分了 对 刚才差六分 连着输了五个 白短 漂亮 孔灵灰刚才呢 这几个球里边 都有一些松懈 11分里面是绝对 不能够去松懈的 因为一松懈之后 几分一过 马上你的这个危机感 立刻又上来了 这样孔灵灰就以11比8 又取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1 战胜了萨姆索莫福 继这个马林战胜 瓦尔德里尔之后 又取得了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抽签的情况呢 接下来呢 应该是王浩 对波尔的比赛 后面呢 还有施拉格对陈启 柳成敏 对王立琴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在湖南会展中心 为大家介绍了世界明星队 对中国明星队的第二场比赛 现在后面呢 还有三场比赛 那接下来呢 就是波尔对王号